今天大涨200点,行情回来了吗? 请跟着这种歌 欢迎收看财经期视通,我是玩龙,欢迎龙哥 妹妹你好,各位老师朋友大家好 上次我们有谈到隐形眼镜 今天台股上涨200多点 那我们这个资金行情我们要如何看待呢? 是,我们这边来帮大家追踪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眼球概念 在集市通我们特别跟大家提醒 最近有开始流入着眼球概念 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在隐形眼镜这一块 那你可以看到6747的这个亨泰光 我们当时跟大家提到 它目前是走一个横向整理 那形态是刚刚要突破而已 所以今天的亨泰光是来到了一个掌停板 如果你有跟上我们的话 其实这一半你都非常好布局 大盘这边反复震荡过程中 其实亨泰光就是走一个横向整理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所以今天的这个掌停板就跟大家分享 获利的喜悦 那如果你有赚到钱的话 记得影片下方赶快跟我们分享这个喜悦 那我们看到其实不止这个亨泰光 其实眼型眼镜的649亿的这个金硕 今天也是来到了一个掌停板 甚至1565的这个精华 这个礼拜也是频频的创了一个新高 所以资金持续流入的情况之下 我们只要跟着聪明前走 获利自然会有 那跟着聪明前走 当然它并不是一张 并不是百分百的获利的保证 但是终于要跟大家提醒 它不会每次对 但是它会这样 它会常常对 所以这个资金流向投票 你一定要好好去做一个追踪 或是什么 我们的财经系统 你一定要每天都锁定 那接着我们再帮大家追踪一下 这个谈计店 大家最关心的户果神山 没错 那对 在这个在先前我们跟大家提到 这个跌破上升的基线 投票你不用太过紧张 因为跌破上升的基线 都会带来一个反弹 那不既然今天有反弹上来 那反弹来到基线这个位置 我们那时候投票 它或许还有机会再往上涨 但是来到这个位置 请记得稍微停看 停一下 那理由呢 我们先前也有跟大家提过 因为这边会做一个评价上面的一个调整 所以这边反弹来到这边 不要再追了 反弹要先稍微这样停看 那你可以把目光放在哪边 把目光放在这个中小型内股 还记得我们先前跟大家提到吗 这台积电的ADR溢价在收敛之后 它的行情不会再像去年这么大了 所以你就要把目光把这个放在这个中小型内股 因为资金会开始挥移到这边 而且这边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个重点 去年去年这边从8000多点一路涨到16000点 这行情就是永远不回头 那有很多投票加入之后 都认为说我只要不买 我只要不卖就不会赔钱 但是这种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这个股票市场绝对不是这样子 不卖不会赔 那你有很多可能说准备要倒大 所以可以看到台电 这边如果你在第二个时间点 没有先退出来的话 你认为说它要再回到这个700多块 或是600多块 它要花多久的时间呢 而且它需要有多少利多呢 所以我们认为说今年的行情 你怎样一定要守着几率 然后把目光先放在中小型个股 再我们会看到这个半导体设备 那半导体设备原则上中国认为 它评价调整的速度呢 不会像台电这么快 为什么 因为全球半导体前五大厂都还在这样 都还在增加它的资本支出 所以不止台电 那甚至Intel或是Samsung 这边都要再增加它的资本支出 甚至中心的N加E制程 其实半导体设备只要它没有停下脚步 还是积极在扩展资本支出的话 其实半导体相关设备的一个供应链 它这边评价调整会稍微比较小一点 所以可以看到今天加登的涨幅 就比台电涨幅还要大 事实上不止加登 其实金顶今天的酒市是相当亮眼的 所以半导体设备 如果你真的是对台电念念不忘话 那宗哥不妨建议大家你可以把这间往半导体设备这边去做找寻 那这样我们看到今天这间还有一块很明显是集中 集中往IC设计这边去走 那你可以发现这边台电如果开始好的话 其实IC设计就不会太寂寞 所以整个半导体这边 宗哥认为如果你真的要布局的话 不妨这样往这些比较会涨的 因为台电来到这边会稍微停看电 那4968的利息今天涨停板 其实你可以看到653的爱卜 今天其实也是有来到涨停板 甚至2458的这个益龙店也是有创波段新高 所以资金流向似乎正在一个转换 转到IC设计上面 那这边你要不要进场去追呢 宗哥认为不妨先稍微等一下 因为资金正在轮动 那轮动的过程中可能今天涨A明天涨B 所以你可以再这样量数震荡 拉回没有破碟的时候 进场来去做布局 接着我们赶快帮大家追踪一下 加权指数 台电今天访谈 那这个加权指数也是跟着访谈 那朋友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个三条线 其实是蛮准确的 我们跟大家提到 假如站稳这个红色这条线 就是这样维持在一个强势整理的区间 站稳的话就还有机会再去挑战高点 那昨天筹码是比较偏多的 那美股这边也是做了一个资金压力测试 这边我们再次跟大家提醒 美股这边已经多次打了预防针 已经注下过注下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昨天费的暗示是怎样 暗示要减少购买公债 但是美股却是这样开低走高 所以我们那种说殖利率这个议题 或是缩表这个议题会慢慢的淡化 接着我们就看这样 接着我们就看这个区间会怎么发展 有新的暴点带动它往上 我们适度的放大部位 有新的暴点带动它往下 这边我们就缩减部位 所以接下来就好好观看这个区间是怎么发展 原理上只要聪明前还没有这样 还没有要出场之前 资金行情还在 我们就不用预设任何立场 那资金流向接着流向何方呢 就请大家持续锁定这种各 Light跟Telegram 以上谢谢 好的 记得加入这种各个Light跟Telegram 才进去说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